这不是依仁姐吗 吓死我了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一大清早就在这儿爱声叹气的 表丢了 找不到 表丢了 没准你放哪儿了 对 虾弟啊 让我跟你说 晚上回家吃饭 他妈系了这么大一个大火腿过来 他是想让我回家做饭吧 都一样 都一样 依然 这不 有人找你 你怎么来了 拿表给你 怎么在你这儿 我说你昨天怎么这么早回去 原来是去约会小帅哥了 别胡说 跟他约会的不是我 是我们李总 你走了之后 李总发现了这个 还把表带给修好了 你特意让我来送给你 稀奇怪怪的 别怕 我去帮你打探一下军情 他没到家了 好浓的火药味啊 我想 你是吃了多少吨炸药啊 别生气嘛 咱有话好好说啊 不就是依然姐昨天跟李哲 约了个会吗 不是约会 只不过就是见了个面而已 不是我说啊 你这吃醋的频率 未免有点太快了吧 小心 对身体不好 你闭嘴 我闭嘴 又是你吃醋 我闭嘴 哥 喜欢一个人 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完全不要这么抗拒 再说了 如果你实在表达不出来的话 你用行动表达也可以啊 我相信依然姐肯定会明白的 要知道 嘴巴除了平常说话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 你知道是什么吗 像这样胡扯啊 是接吻啊 大哥 我要靠在你耳边 亲吻着你的脸 我对你的爱恋 就是服服帖帖 温柔地缠绵 你没病吧 算了 算了 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一句话 要不要我去帮你打探一下徐一人 到底对你有没有意思 不许啊 你就傲娇吧你 早晚有你打脸的一天 亲吻 这么接我 这么接我 封总 您现在忙吗 你一会儿想吃什么 我提前去超市买 除了这个 没有其他想跟我说的吗 你说哪饭了 还有呢 我昨天是去见李哲了 他说让中介帮我找房子 可我真的不知道 那房子跟他有关系 找房子 你就这么着急 要搬出去吗 我家到底哪里不好 不是我要找 你家哪儿都好 可我也不能一直赖着不走 又没人敢走 难道比起我 你更愿意接受李哲的帮助 我为什么非要接受谁的帮助不可 还是在你眼里 没了你们我什么都做不了 至少现在我在给你发工资 我知道 我知道我只是你的助理而已 我不是你的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方总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真的很困扰我 你说的那些话 总让我有一种错觉 觉得 觉得你是不是喜欢我 果然是我的错觉 对吧 那就拜托你以后不要再对我那么好 不要再动不动就因为李哲的事情 跟我发脾气 如果你是吃醋 你不喜欢我为什么要吃醋 如果你不是吃醋 如果你不是吃醋 那就是因为讨厌李哲 所以也讨厌我 不是他 不是什么 不是吃醋 还是不是我的错觉 你不喜欢我吗 好 我不是想要吃醋 你不是我吧 这是你不是我 你可是有点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